大家好,我是樂天,歡迎來到拍靚的俄虎彩虹節目 我們這次來到拍靚的Studio去採訪一位J Piano的導師JJ 我們一齊來看看他的演奏 好,回來了,剛才大家聽到一個這麼優美的演奏 這個鋼琴演奏就是我們一位叫JJ的導師 我們一齊來訪問一下他 Hello,你好,你好,我先跟大家打個招呼 Hi,我叫JJ JJ,剛才那首歌彈得這麼好聽,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好,那首歌叫做The Crave 就是來自於電影1900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歌的其中一首 好,那首歌就這麼好聽,大家也看到一個這麼盡俏的阿Sir的時候 麻煩你自己介紹一下,你是甚麼樂器的導師 以及拍靚教了多久呢? 是,我是在拍靚一五年九月入職的 這麼清楚? 那不是剛剛好? 六年 六年 我主要是教流行鋼琴和古典鋼琴 至於學歷方面,我自己考了皇家音樂學院八級 以及倫敦聖三一的演奏級 我自己也有修讀過一個演奏鋼琴文憑 就是在八岳音樂學院 哇,三個那麼多? 那麼多 那你之前是不是好像有些演出經驗? 我有玩樂器的演奏,也有拍攝活動的 那我自己就有一個,兩年前就出了我對樂器的第一首歌 這個叫Surprise Killer 主要我們會玩另類的音樂 什麼語言都有玩的 我們有玩中文、普通話、英文和日文都有 然後,音樂對我來說究竟有什麼意思? 音樂對我來說其實是一種溝通的語言 有些人會學得特別厲害 有些人會學得慢一點 有些人會說得特別好 有些人會說得特別不好 但其實他們最後都是一種 用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和一種抒發情緒的一個很好的幫手 就算我和你的語言不通 但你聽到音樂 你雖然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但你都可以很喜歡這首歌 是的,沒錯 OK 那你什麼時候會玩這個樂器? 以及為什麼會玩這個樂器? 我從四歲開始就學鋼琴 四歲? 是的,受到這個家庭的氛圍 我姐姐、表姐、姑媽、姑姐、堂妹 你是鋼琴世家 是的,因為我姑姐教琴 就教了我們這麼多個小朋友 所以被我姑姐影響得很重要 所以從小到大到現在 中間又有玩過合唱團 但不知道什麼被老師逼了去彈琴 都是那些劇情 你有沒有一些很被迫的感覺? 那時候你不是很懂的 是的,有的 姑姐妹妹說玩就跟著玩 很慘 那時候我姑姐對我都很嚴格 會打手板 很大力地打下去 所以我自己會比較害怕學琴 小時候 但到中學到考了8級之後 我自己就暫停了 中學就考了8級嗎? 是的,好像中一 中一考到8級? 好誇張 是的 你從學琴 然後到中一已經考到8級 那你什麼時候會成為導師? 我想是我讀書的時候 比我那個老師影響得最深遠 那個老師現在已經很大年紀了 他讓我看到他教學上的一種熱誠感染到我 所以我都會循著這個方向去發展 即是比一位老師 你見到他的教育熱誠感動了你 你也想去投身教育 那位老師還有沒有聯絡嗎? 那個老師 偶爾我們也會測試一下大家 那你真的認識了很多年了 是的 由讀書到現在也有18年 那我計到你幾歲了 這個我明顯是一個恩師 是的 他也改變了我對音樂的態度和感受 那你現在已經成為了一個導師 那你覺得你在音樂上有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音樂上還是教學上? 都可以 我覺得教學上獨特之處是 我會用同理心的角度去思考那個學生 究竟能否消化到我說的話 或者是理解他的需要 那我自己本身也有一個習慣 就是我第一課就會跟那個學生去 聊你究竟想在這裡學到什麼 在我身上學到什麼 那我會盡量去滿足到他們的需要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深 就是如果我幾歲 阿sir第一個人想想到 嗯 你想要些什麼? 你想在我身上學到些什麼? 開心 很深奧啊 不知道阿sir 我來學琴而已 你們現在在音樂場 還有一些目標想做到嗎? 我想做到的是 就是明年可以幫我自己原創的歌 和我和朋友原創的歌 去拍到一個MV 那就可以做到這件事 就是想做到這首歌 拍到MV 其實已經做到了 這首歌 現在還欠拍那件事 努力 努力 好 然後 你在教學生上 沒有什麼獨門的秘訣呢? 都教了這麼多年了 第一課我會首先要知道他需要些什麼 我想最重要是聆聽 聆聽 聆聽 聆聽的學生 還有在他彈的過程 期間其實我都要想事情 就是一個導師在旁邊 除了聽之外 都要想 學生彈這句的時候 他在想什麼 或者他彈這首歌的時候 他究竟有沒有想事情 對 就帶回想他應該要想著什麼 去彈琴 那些 有很多都是 我純粹是彈適合音的 我沒有想過事情 我腦裡是沒有想過任何的事情 所以就要帶回他們 去有這個方向 我覺得JJ教師很好 我覺得JJ教師的學生 是不會太容易被JJ嚇到 因為很多時候 小朋友就是家長叫他去學 然後就學一下 第一很害怕那個樂器 很容易 或者很辛苦 但是JJ就會很有耐性 慢慢 去不給他壓力 去成長 令到他不會失去的興趣 去繼續學下去 這個導師非常之好 謝謝 有沒有一些你最開心的教學時刻 最開心的教學時刻 當然是看到學生 從不懂得考到一個好的成績 到自己可以獨當一面去創作 甚至乎自己去即興去彈一首歌 我已經覺得很開心 你真的有一個學生 是完全不懂得講究 有 他現在準備考八級 在練八級的歌 又不懂得考到八級 然後再有自己的創作 他自己都很長大才是學級的 他二十度問才會學 那我這三十多年都不遲 你絕對不會自己學音 什麼時候都可以 我覺得很有鼓勵 如果我想接觸鋼琴 一個這麼不懂的樂器的人 看到這麼多黑白 有那種害怕 他不敢搭到第一步的時候 你有沒有一些說話可以幫助我呢 不要怕 首先第一件事不要怕 他不會是一樣很難的樂器 甚至我覺得鋼琴比其他樂器很多很多 都更加容易 竟然 對 因為他看上去難 但其實容易理解 因為你只需要分方向上落 這樣就高低 你的意思就是 看上去好像很難 但一玩下去 其實很快上手 很容易拿到換觸感 沒錯 所以就不用怕他 沒錯 不需要怕他 JJ 今天我們的訪問做完了 又到我們的挑戰環節 好 我們今天決定不玩這疊卡 我們就是 在我和我們的同事 要求阿sir的情況下 彈出我們這麼多年喜歡的動漫歌 好 試一下 我要梳馬報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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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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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